欢迎收看多肉植物养活技巧大全的系列课程 我是一木 在平常养多肉的时候 经常会出现土长的情况 什么是多肉植物的土长 它对多肉植物的健康有什么样的影响 为什么绝大部分的新手花油养多肉的时候 一定会出现土长呢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这趟课程啊 应不将详细的来教大家 下面我们来看吧 好的 那什么是多肉植物的土长呢 新手花油买回的多肉往往是像这样 就像一个莲花一样长在盆的中间 但是呢 很多新手花油养一段时间之后呢 就发现自己的多肉啊 越长越高了 而且呢 叶片跟叶片的距离啊 之间的距离越拉越长 越长越高 最后呢就长成一个高高的杆子 特别的难看 我这里还没有一个特别土长的例子 可以给大家展示 我就告诉大家 很多花油我一说它就明白 就是越长越高 叶片跟叶片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开 这个就是多肉植物的土长 它是一个不健康的状态 为什么呢 因为它把过度的养分 去放到了静干的这种生长上 让它呢 整个植株的抵抗能力啊 减弱 而且呢 它的生殖也会受到影响 就是它开花也受影响 容易生病 关键是不好看 那我们去 处理 处理土长之前 我们先了解一下 它为什么会土长 它的背后逻辑是什么 原因是什么 那因为我首先教大家 多肉植物出现土长的主要原因呢 有两点 两点 第一点呢 是严重的 长期的光照不足 很多花油家里养多肉呢 要么是养在 比如说这个北面阳台 或者西面东面阳台 而且呢 很多花油家里是什么 是这个封闭阳台 落地窗 把它呢 摆在这个飘窗上 那么呢 窗户啊 就会反射大量的紫外线 真正能够照在多肉上的 就很少了 甚至有些花油养在室内的 养在北面的 完全没有直射光的 这种我见到很多 这种环境下 多肉缺光 长期缺光 一定会土长 这个是造成多肉土长的 主要原因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原因就是呢 在多肉植物的 生长季节 水浇的过多 水浇的过多 同样会诱发它的土长 尤其是有些花油 光本身就不足 浇水又浇的多 那这是极易土长的 那一旦土长呢 土长以后的这个过程 是不可逆的 你不是说它长高了 我还能让它回去 再能长矮 这个是不可逆的过程 所以这是非常可惜的 所以在新手花油啊 新手花油一定要注意 前期就要控制土长 不要等它长高了再处理 但这里啊 硬梦还是教大家 如果说你家里的多肉植物 已经土长了 长太高 怎么办呢 虽然我们没有技巧 能够 没有任何办法 能让它再变回去 那么矮 但是呢 我们会有点弥补的措施 那下面 硬梦也来教下大家 怎么去弥补 举例子啊 如果说你家里的多肉 汤汤汤 长得太高了 那么呢 我们把下方的这些叶片 我这边已经没有叶片了 我就举例子 如果下方都是叶片 把下方的叶片呢 全部都给它剃掉 剃下来的叶片呢 可以做什么 做 这个叶叉繁殖 上部分的这个多肉植物的这个头 你可以呢 把它重新的 贴着它的头的位置 给它剪下来 剪下来之后呢 拿一个小花盆 重新的啊 栽在新的花盆里面 那它不是就变矮了吗 而且呢 新栽上来的这个多肉 它是一定可以从活的 这个是多肉植物的修减繁殖 从活率极高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让它还原原来的样子了 这个是一个技巧 但是呢 这个还原 虽然说还原了 又复制了一盆 如果说你养的环境不改变 还是缺光 还是水太多 它后期还会再涨高 因此啊 想纠正多肉植物的 土长的关键的技巧 还是什么呢 要增加它的光照 并且控制多肉植物的浇水 还有这新手花友啊 受这个卖花的花伤的误导 总让你去买肥料 多肉植物新手花友记住 不要去吃肥 这个我在施肥课程里面也讲了 你越施肥呢 越容易把它给肥死 要么呢 引起严重土长 要么呢 就是肥害致死 所以多肉植物注意 它的虚肥量很弱的 不怎么需要施肥 特别是新手 千万不要施肥 好不好 那以上就是关于多肉植物啊 土长的注意方法和应对技巧 好了 那这一期关于多肉植物土长的介绍 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欢迎大家点赞 关注加转发 加评论 我们下档课程 再见了